主嫌黄江振说 他要帮大家保管抢来的钱 分完之后剩下了将近三千万 他带着人就跑了 而且他在逃亡期间 竟然还陆陆续续摄入了 好几起的鲁人勒索案件 据说这个黄江振 他都躲在台南的山区 和张锡鸣一样 涌枪四重 所以就被媒体下了这个封号 叫做张锡鸣第二 而且他比张锡鸣还会跑 我们来看 让警方头疼的张锡鸣 他足足跑了十年 最后在一场攻击的行动当中 甚至还出动了装甲车 才把他给抓到 而这个黄江振 他硬是比张锡鸣多跑了两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完全断绝了 对外的联系 他虽然手上有抢来的几千万元 换作是别人 老早就上酒家去深色场所 饮酒作乐了 但是这个黄江振 他能够克制自己的享乐的欲望 他不但从来不涉足这些 深色场所饮酒作乐 而且他根本是过着一种 几乎完全原始人的生活 警方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 掌握他的行动呢 大佩景丽攻坚围捕 这个犯罪集团 一年内犯下四起以上 负伤勒书案 而另一名在桃的黄姓协犯 凶狠程度被外界称为张熙明第二 他涉及英国九十八年 台南中表航八千万抢案 新闻报道中的张熙明第二 就是黄江振 曾经犯下震惊社会的 七千七百三十六万抢案后 逃亡期间又传出涉嫌 好几起路人勒赎 但他行踪不定 谁也是多名 因为他之前是有枪击案 而且又是台南人 媒体下的标题 张熙明第二 因为新话也是山区 那跟东山都是山区 那黄江振他也涉嫌 辱人勒赎 而且枪支也很多 不只都来自台南地区 对地理环境熟悉 都很会躲 很会藏 都用枪自重 涉嫌枪击案 还涉及多起路人勒赎 而且都盛性多余 人家应该也没有办法找到他 都是他要去找谁 然后他去找人 然后再去透过这个人 再去找谁 找人去做接送 到另外一个点 然后他要走的时候 他又是不同的人在接送 不会让你知道 他要去那里做什么 设下层层断点 现代人生活 手机 汽机车不可或缺 黄江振却活得像个原始人 他应该是没有在使用电话 透过某人在传递 不会直接 不会直接打 A打给B B再转到C这样 没有电话 他也没有骑车 调进出去 后来调到 他有跟人家借用一台机车 过滤了几百台的机车 不信任人 只主动跟几个情形联络 黄江振还很能忍 七千七百三十六万案件 同伙马上现金买车享乐 尽管两三千万的赃款 都在他手上 他不饮酒作乐 就怕人多嘴杂 信统曝光 就是没有再到酒店 那些去喝酒了 如果他如果走这些场所 他早就被抓到了 极其低调 知道辛化老家容易被警方埋伏 黄江振叫吐又三哭 怕警察抓 连最疼爱的女儿 都无法见上面 回辛化他也是心中不定 而且辛化又是山区 陌生的车辆或者无人 他可能就会发现了 他有好几个点 他也是跑来跑去 听说他很疼他的女儿 就是透过ABC这样的方式 在联系 他的女儿有什么需要 他应该也是透过这种方式 跟黄江振 本来没有交集的蔡队长 两年前调任 辛化分局侦察队长后 涉及辖区内的重大治安人口 展开清查 首要对象就是黄江振 就是有一个县民就跟我讲说 知道他住在高雄的金师湖那里 金师湖在高雄三明区的石头山下 周边环境清幽 因为知道台南很容易被盯上 怀疑黄江振挑临近的高雄藏匿 居无定所 那时候我们要找这个金师湖的时候 他又跑回台南 他在台南安平这个地方 开过卡拉OK嘛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这样在研判他 应该这边的地理人间 他比较熟悉 所以霸楼比较容易躲藏 县民提供的线报真的准吗 警方要怎么样才能够确认 已经跑了十二年的黄江振 真的藏在这栋大楼吗 黄江振人真的在这栋大楼里面吗 他躲了十二年 他的外形还有特征 有任何的变化吗 台南安平这栋大楼 住伤混合 出入分子复杂 黄江振至少在台南 有两处以上的卧藏点 这里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第一件事警方要确认 他是不是藏在这 他跑了十二年 他一定有他的那个道理在 怕打草惊蛇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心翼翼的 要小心的还有黄江振勇强自重火力强大 县民讲说他不会被关到牢里面 就是如果有要抓他 但是是要拼命 我们本来是想要用拼命小组攻坚 可能会变得很激烈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 趁他不背的时候抓他 他可能凑什么不及了 决定好策略 接下来是要等抓人时机点 但光钓跃周边监视器 就耗费一个月 会有变化的就是身材跟头发 这些部分 那就是因为他秃头 看到他出没的时候 都是有戴帽子 个子一百六十公分左右 那大概就五六十岁的中老年 两只手臂会比较粗一点 黄江镇打扮就像是路边阿伯 又神出鬼没 花一个月掉监视器 接下来又监控了长达一个月 他却只出现过三次 他有好几个点 将近一个月都没看到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埋伏 因为一直在怀疑 一刀的一个错误 该不会丁绍曝光了 专小组在路边研讨下一步 突然疑似黄江镇的人现身了 十几年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他 如果是他 你当时动手抓不到的时候 这可能又躲了十几年了 中年男子跨上机车 发动引擎 准备骑车离开 研判他应该会回到那个地点 骑机车还有开车 就全部的人 全部一起往那个地方冲 建民提醒己方 这个黄江镇他已经跑了十二年了 他绝对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 特别注意的是他手上 有枪有弹 如果发现警方要强力攻坚 他一定会火力全开 跟你拼命 戴白帽穿红衣的就是黄江镇 我本门小队长就是我们两个 戴安全帽就先冲过去 我说你是什么名字 他就说不然你去冲啊 然后我就把他推到那个 圍里旁边嘛 然后就不承认 突然被控制住 他傻住了不知所措 我跟你说 感情我找你很久了 他突然就弄住了 后来他又回头的时候 看到我们同事 还有刑事局的同事全部都过来了 就是逃不掉了 他说就是沉默了一下子 没料到警察能找上他 枪梅袋身上寡不敌众 黄江镇只好认了 不过他一直跟警方打听 到底是谁出卖了他 十二年来 刻意捡不过日子 假邻租 只搭车或走路 非必要不开车 不骑车 却还是栽了 有收到两把枪 一把空气枪 那时候他也很紧张 他跟我说他心脏收不了 他说他心脏有问题 叫我帮他买那个 蛇下钉 对于七千七百三十六万 抢案赃款留下 还有待厘清 但黄江镇再狡猾 再会躲 逃得了一时 逃不了一世 问到这一个跟另外一个 有时候他也不 他各自他知道 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把它拼凑起来 警察队那种 未破的重大险害 是不会停下来的 还是会一直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转发 转发 订阅 我们下转发